第四十五章 虎虎生风 天道院教育 还是宗资所的高手 站在石台四周 将洛洛围在中间 随便是谁都可以轻易地制服他 问题在于 他站在天海牙儿身前 只有数尺的距离 小拳紧握 又风雷引运 只要他落拳 天海牙儿便会死 或者被废 天道院教育和宗资所的高手们 脸色很严峻 不敢上前一步 却没有推开 保持着当前的局面 希望能够震慑住他 他们以为随着时间流逝 落落从战斗的状态里出来以后 必然会冷静很多 一片安静 没有人愿意说话刺激到这个小姑娘 没有人愿意看到更血腥的画面出现 天海牙儿自己却没有这种自觉 他看着洛洛 咳着血 带着灿音 哭泣地说道 不要杀我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我真的好怕 好怕 带着哭声的可怜的祈求 忽然变成了嚣张的大笑 满脸湿血的男童 神情异常暴力 显得格外猙獰 他恶狠狠地盯着落落 吼道 你以为我真的会怕你吗 我只是逗你玩 因为你完了 国教学院也完了 看看这些不要脸的老家伙 他们满肚子的脏水 不管是我把你打成残废 还是像现在这样 你们都完了 因为没有人能这样对我 天道院教育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洛洛微微皱眉 把拳头举得更高了些 明亮的光穴围绕着她的手指 很漂亮 也很恐怖 天海牙儿神情骤变 尖声地叫嚷起来 双脚乱瞪 神情癫狂至极 就像个被人抢了奶的孩子 你想做什么 难道你还真敢动手 身后娘娘是我的姑奶奶 这个大陆上谁敢对我动手 一片死气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宗寺所的小怪我说的是真话 不要说传闻中 她是教宗大人的弟子 只说她有这样一位姑奶奶 那么便没有人能够为难她 想着事后可能会面临的疯狂报复 人们望向洛洛的眼神 变得有些怜悯与同情 被前辈强者们包围 被这个可恶的男童威胁 洛洛接下来会怎样做呢 她望向台下某处的角落 望向了那名少年 这是她下意识里 或者说习惯性的行为 她不见得需要陈长生的意见 但她觉得自己应该听从陈长生的意见 所有人的目光都随着她望向角落 望向陈长生 陈长生这时候的心情很复杂 她并不意外 也谈不上什么惊喜 这些天在国教学院指点洛洛修行 她很清楚 那个宗寺所的小怪物虽然强大 但不可能是洛洛的对手 不然先前她肯定会阻止洛洛走上石台 但她也没有想到 那个宗寺所的小怪物如此愚蠢 居然敢和洛洛直接比拼真元强度 最终败得如此凄惨 以至于现在需要洛洛来进行这个很重要的抉择 她知道洛洛想选择什么 因为前些天在湖畔 洛洛的眼睛里进了一粒沙子以后 小姑娘用了整整半天的时间 非要把那粒沙弄出来 才肯跟着她继续读书 最后她终于成功了 她红着眼睛高兴地在湖边不停地奔跑 她知道洛洛为什么犹豫 为什么会妄想自己 因为她担心会不会给她和国教学院惹什么麻烦 而且她习惯性地在做事之前都要征询她的意见 无论她怎么选 她都会跟随 那个宗寺所的小怪物是洛洛击败的 洛洛是在征求自己的意见 陈长生确认了这两件事情后 便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她决定很直接地给出自己的意见 按照洛洛本来就想选择的路数 这样很好 陈长生心想 这个承担就应该自己担起来 她起身望向台上的天道院教育 和四周丙息一带的人们 沉默了会儿说道 刚才她说要废了唐三十六 她的声音有些干涩 语气有些停顿 显得很是笨拙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她不习惯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 说实话 今天金藤彦见到这么多的人 对她来说绝对是人生的第一次 而且她做事情很硬 却不擅长说硬话 她想了想 这个理由应该是充分的 说道 唐三十六是我的朋友 所以 洛洛懂了她的意思 然后忽然明白自己做错了 先前自己不该看先生 那一眼是习惯 是尊重 但也等于是把选择的权利 其随后需要承担的责任都丢给了先生 这是非常不对的事情 她收回目光 望向倒在身前的天海牙儿 此时 陈长生正说到那句 唐三十六是我的朋友 天海牙儿看到她的眼神 读懂了她的意思 色骤然变得极其苍白 眼神变得极其枉然 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恐惧地 尖声地叫了起来 快来救我 她的尖叫声音很大 掩住了陈长生的所以二字 以及随后的那句话 但掩不住恐怖的拳风 以及琵琶作响的闪电声 落落高贵而霸道的血脉 让她最厌恶怯懦的生命 听着天海牙儿黄疾的呼救声 她的双眉挑起 眼眸变得异常明亮 一道残影如褚虎跃见 她的拳头落在了天海牙儿的胸口 啪的一声轻响 天海牙儿的尖叫声戛然而止 片刻后静忌骤然被打破 场间响起无数惊呼与大叫 天海牙儿昏倒在雪魄里 肋骨尽碎 筋脉尽断 已然被废 落落收回拳头 狂蜂围绕着她娇小的身躯呼啸而起 呼呼作响 黑色的发丝在她美丽的小脸上掠过 如风中的柳丝 不是柳丝 是草痕 她望向四周的人群 神情临近 仿佛站在塞北的狂蜂里 微眼的野草中 此刻准备的一击必杀的时期 一股难以言说的威势自然而生 鸦雀无声 人们震惊无比地看着台上 那个小姑娘居然真的废了天海牙儿 她知道天海牙儿是谁吗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陈长生很想告诉全世界 是我让她出手的 但这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落落 没有人在看她 比如装换鱼 她现在的视线里 只有落落娇小的身影 她伸出无限的欣赏与倾目 光线微瑶 天道院教育和几名宗寺所的强者 急速地掠至天海牙儿身前 探脉查息 确认她还活着 但经脉尽碎 已经废的不能再废了 终其一生都无法再修行 宗寺所的人 以最快的速度把天海牙儿抱下石台 然后送往皇宫 只希望宫中的供奉或者太医 能够保留最后的希望 实在不行 说不定真的要惊动圣后娘娘 宗寺所主教和教席们随之离开 离开之前看了天道院教育一言 表达的意思很清楚 这件事情是你瞒着宗寺所所做的 是你在利用天海牙儿 那么你就必须对此事做出交代 天道院教育看着洛洛 面寒如霜 生如刀锋般的刺人 下手如此狠辣 你这小姑娘真是冷血到了极点 洛洛心想先前那个天海牙儿 把宣元破中伤残废的时候 他和这个天道院教育是怎么说来着 他想起来了 当时天道院教育说 天海牙儿下手太重 天海牙儿说自己答应 不会杀了宣元破 又没说不会废了宣元破 我可没答应不杀他 更何况我只是废了他 洛洛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理直气壮地转身向台下走去 天道院教育争了争 想起自己先前与天海牙儿的对话 以为洛洛是刻意地讥讽自己 不由更加愤怒 常须在夜风时急速地服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力声地喝道 你想就这么走吗 洛洛停下脚步 天道院教育看着他的背影 毫无情绪地说道 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历 你真正的师门是谁 但你要弄清楚 这里是大洲京都 这里是天道院 你当众行凶 难道还能跑掉 明智是这般说 其实意思大家都懂 不管洛洛如何神秘 但他重伤的天海牙儿 是教宗的弟子 是圣后的侄孙 那么整个人类世界都没有谁能够保得住他 天道院教育似笑非笑地说道 小姑娘 你真的 好大的胆子啊 洛洛有些不悦 问道 你是什么东西 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 满场俱进 谁都想不到在这样的时候 这个小姑娘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如此强势 只有极少数人 领约有些异样的感觉 因为这个小姑娘 流露出来的气息 真的很强大 面对着天道院教育 他就像一个面对成熟的领主一般 什么样的家事或者师门 能够教出这样的女学生 天道院教育争了争 气急反笑 笑得极为寒冷 他现在很确定 这个小姑娘的来历必然不凡 但正如先前他所说的那样 他把天海牙儿废了 这便意味着 整个人类世界 没有几个人能够改变他的命运 一声立笑 他的右手随意一挥 无风亦无雨 只有笔直呈现的一道静气 即便是饮食针铁 也挡不住的静气 这便是巨星静的强者的手段 天道院教育何等人物 洛洛再强 毕竟还是个小姑娘 人们仿佛听见了死亡的声音 仿佛有人在说 那个小姑娘死定了 谁能改变这个局面 有人望向角落里国家学院的位置 想看看那个小姑娘的同伴 一张姑息 有菜有酒 没有人